第五章 贵人相助 到达陕北的共产党欲火重生 红军欲火重生 毛泽东则是其中的关键 当时的陕北还在搞党内斗争 高岗和习仲勋等人招不保息 连刘志丹本人都受到威胁 毛泽东及时赶到 喊了一声刀下刘仁解救了一批人 他们都加入了毛泽东的粉丝团 其中的高岗同志要不是头脑发热 日后应该大有作为 习仲勋作为彭德怀的助手 在解放大西北时立下功勋 陕北的同志显然比张国焘厚道 对中央感激涕领 此时周恩来已经把军权过渡给毛泽东 通过长征表现 国际派对毛泽东已经认可 但是这只是党内状态 要知道红一方面军闪甘支队到陕北时只剩八千人 这点人要向立足很难的 当然还有红四方面军 但不归毛泽东管 红二方面军 毛泽东暂时也管不着 还要面对国军的围剿和各路军阀的袭扰 总之一句话 要在陕北立足很难 对任何人来说 想要解决其中一个问题都不容易 但是毛泽东不同 他能解决 历史巨人吗 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的 比方说周恩来 南昌起义时得到贺龙相助 陕北又得到张学良相助 困境之中的毛泽东迎来两个贵人 第一个叫林玉英 林彪的堂哥 林玉英生于1897年 和蒋介石同岁 林家三兄弟中 林玉英最稳重 如同老是芭蕉的农民一样 入党后一直在白区工作 两次被捕 两次去苏联 1933年担任主共产国际代表 他回到延安的时间 是1935年11月份 正是张国焘另立中央很起劲的时候 就在三个月之前 毛泽东和张国焘斗争的那会儿 他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 大会的决议 关系到各国共产党的命运 长征很乱 中共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林玉英是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联络人 林玉英的意见 就是共产国际的意见 林玉英和毛泽东并不是很熟 但他和张文天等人很熟 见面就是各种亲切 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 是支持中央路线 也就是张文天等人支持的毛泽东路线 张国焘光荣地成为反对派 得知共产国际意见之后 张国焘从头冷到脚 只好匆匆收起草创的班子 仓皇北上 张国焘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正确路线 回到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上 正因如此 从未上过战场的林玉英 成为一二九世政委 毛泽东对林玉英说 白区那一块需要一个得力的人重新整顿 鉴于林玉英的工运经历和当时的地位 正常情况下 很可能就是日后刘少奇的那个位置 如果是那种情况 林家兄弟命运如何将会非常有趣 然而林玉英身体非常不好 在一二九世政委的位置上没多久 就无法工作了 他的继任者是邓小平 随后林玉英一直未能痊愈 于1942年病逝 公绩之前 毛泽东对朱德等人说 林玉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 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 我心里非常难过 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如此 魏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 我提议 他的灵鹉有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 朱德等人表示同意 毛泽东、朱德、任毕石、杨尚昆等人 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上安葬 那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支付台关 建国之后 毛泽东也很少出席葬礼 当时正是延安整风高潮之际 也就是那时候 刘少奇成为白驱问题上一针见血的医生 林玉英对毛泽东固然有恩 但比起蒋介石 不可同日而语 纵观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一声 虽然是你死我活 不死不休 但是从毛泽东的角度看 蒋介石更想帮手而非对手 因为每当毛泽东遇到难题时 蒋介石总是送来解决方案 想当年的毛泽东只想用笔杆子战斗 结果蒋介石逼着毛泽东拿起枪杆子 想当初的毛泽东刚刚拿着枪杆子上锦刚山 黄山野岭一无所有 蒋介石和各位兄弟们打仗 对毛泽东不管不问 给了毛泽东两年的发展机会 毛泽东被排挤的时候 又是蒋介石亲自出面 拿出全部家当 倾尽全力把排挤毛泽东的人逼入绝境 在蒋介石的威胁帮助下 毛泽东被迫付出 现如今毛泽东又遇到难题 蒋介石再次出面解决 蒋介石首先要帮助毛泽东 解决党内最大的对手 张国焘要想成功 必须强行进入成都平原 四川军阀流香拼死不从 蒋介石让薛岳联合川军出战 张国焘虽然有八万雄兵 在共产党内是庞然大物 但是在蒋介石面前还是一盘小菜 薛岳在江西和共军作战多时 经验丰富 川军就有八十个团 两军熬战六十天 非常惨烈 损失惨重 仅百川一战 七天七夜熬战 四方面军就损失境外人 更要命的是后勤问题 国军利用装备优势 守住平原和城市 四方面军只能依靠偏提的山地掩护 如此一来 大队人马的吉仰就出现困难 隆冬时节 部队的棉衣尚无着落 战士们把棕树上的棕毛撕下来 需在单一中预寒 把未经熟制的牛羊皮做背心传 当时在部队中组织了牵牛队 广泛训练捉牛 杀牛 吃牛的方法 如此几个月 八万雄兵减员一半 可连四万将士就这样葬送在张国焘的正确路线中 此时张国焘的中央机关还没有完全建立呢 蒋介石没有吸取红一方面军北上的教训 并没有应对之策 放任红四方面军北上增加共军实力 加上此前北上的红二方面军 蒋介石相当于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 本着帮人帮到底的精神 蒋介石不仅挫败张国焘分裂企图 而且直接摧毁了张国焘的本钱 南下不成 到陕北的张国焘依然受到毛泽东礼遇 因为红色方面军虽然损失了一半 尚有近四万精兵强将 仍比红一方面军强大 双方客客气气 好像很亲密的战友 好像之前不曾有过分裂 实际上天无二日 毛泽东选择曹操的策略 张国焘选择袁绍的策略 经过一番博弈 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红四方面军西征 惨败 共军战史上有过各种战略失败 比方说长征 就是战略失败 比方说林彪首四平 也是战略失败 但这些失败都是防御性失败 而且失败之后迅速反弹 但徐向前西征是战略攻击性失败 败得很惨很窝囊 以至于徐向前和李先念晚年都不愿意回想那些事 南下是一不死期 西征也是一不死期 南下动川军奶酪 所以刘湘拼死抵抗 西征要动马家的奶酪 马家军自然也会拼死抵抗 八万红四方面军南下尚不能建功 两万西征将士又能如何 西北马家军是当时最老的军阀 早在1862年 英法火烧圆明园之后 太平天国和乡军在南京一带绞杀之际 西北回民暴乱 白燕虎在陕西屠杀汉人 甘蜀的马战敖起兵响应 之后左宗堂西北平乱 马战敖投降 保存了实力成为一方军阀 马战敖有个学生叫马海燕 很有军事才华 曾经到北京参与抵抗八国联军 马海燕死后 他的儿子马林撑起马家 马林又生了几个英雄的儿子 分别是马不方和马不清 马家盘踞西北将近百年 枝繁叶茂 树大根深 战斗力强悍一场 他们反对过清朝 归顺过清朝 反对过北洋军阀 归顺过北洋军阀 反对过蒋介石 又归顺蒋介石 直到1949年 才被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连根拔起 1936年那时候 马家正在跟着蒋介石混吃混合 张国焘南下 攻入成都平原 还有达到目的的机会 但是西北地广人稀 共军无法理论宣传 缺乏后勤支援 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 难以抵挡西北马家军骑兵 无休止的洗澡 共军的优势是运动战 但是步兵对骑兵的情况下 优势变成劣势 马家军有优势兵力 重组的弹药 战斗力强悍 那种情况下 徐向前和陈昌昊 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 西征的结果 基本上是全军覆没 两万将士遭遇悲惨命运 只有李先念 带少部分人到达新疆 不过是溃逃 还有秦基伟 九死一生逃出来 日后在上干岭战役中 证明了自己 徐向前孤身回到延安 得到中央的认可 和毛泽东的安抚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旗帜 保存下来 但因身体原因 加上政治原因 基本被冷藏 一代元帅 没有光辉的谢幕 陈昌昊突围之后 在湖北老乡家 躲避半年 回到延安后被批判 后去苏联 建国后回国 文革遭批判 惨死 西征溃败的因素 有两个 客观原因和人祸 所谓客观原因 没料到青海马家军马不方那么强 毕竟宁夏马家军马鸿奎战力一般 所谓人祸就是张国焘和毛泽东的博弈 张国焘的计划原本就是向南偏安或向西偏安 在张国焘和国际派翻脸的情况下 唯一翻身的机会就是在西面做文章 但这并不是说要把责任推给张国焘 当时张国焘在军委并无决策权 毛泽东能看到南下的凶险 也当能看见西征的凶险 但只要张国焘威望还在 毛泽东就无法随心所欲地调度红色方面军 不如顺水推舟让张国焘再碰钉子 然而谁也没料到结局如此那般 西征惨败 张国焘终于明白 此生斗不过毛泽东 随即在延安惨遭批判 在那个过程中 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作用尤其突出 眼看前途无望 张国焘踏上不归路 投奔蒋介石而去 没办法 谁让人家有蒋介石帮忙呢 要不是蒋介石南下就可能成功了 要不是蒋介石 西北马家军也未必敢如此嚣张 都是蒋介石惹的祸啊 张国焘无限郁闷中 在张国焘和毛泽东的斗法过程中 蒋介石相当于把张国焘打残之后 交给毛泽东 张国焘同志 不必伤心 敌人固然强大 但是利用的好就能为你所用 搞不定 那就是个人实力问题 就认输吧 毛泽东掌握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 手上又有了三万多精兵 而且干部比例非常高 如此局面固然可喜 但仍然不足以在陕北立足 毕竟国军系统中 胡宗南手上就有几十万 而且是嫡系 如果无法在陕北立足 那么毛泽东的战略就无法实现 怎么办呢 蒋介石来帮忙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改变了全世界 美国在北美大陆大干工程 苦练内功 闷声发大财 欧洲大陆上的德国开始重新武装 东亚的日本开始扩张 之后的五到六年相对平和 因为日本得到了比自身大几倍的满洲 需要消化一段时间 希特勒正在整合德国 斯大林在苏联一边清洗一边建设 英法两国忙着满世界摆造型 国民政府内部依然争吵不休 口水唾沫满天飞 好歹大规模的军阀内战没有了 蒋介石通过高超的手腕 把各方面的矛头引向共产党和共军 大规模搅弓 飞了九牛二虎之力 再加上一点运气毛泽东被排挤之后 把共军从南方赶到北方 那个过程中 蒋介石摧毁共军的几块主要根据地 消灭了大部分共军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但是蒋介石这个人很有趣 他的特点就是乱 终结旧的混乱和制造新的混乱 东征和北伐原本是赫赫战功 最后却导致了新军阀大战 赢得新军阀大战 最后却又导致国民党分裂 新党却又把国民党基层连根拔起 这就是蒋介石 他很能搞关系 手腕也是第一流 而且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总是这样 每当将要成功的时候 就会制造新乱子 因为那个时候 他就会得意忘形 看看中原大战刚结束那会儿 最该做的事是下狠手 把李宗人和阎西山连根拔起 但蒋介石干嘛呢 转身把胡汉民给抓了 导致一个反蒋大联盟诞生 让两个老对头又死灰复燃 日后辽审战役 要不是进军出身的副作义 不肯增援锦州 战局可能会是另外一个走势 再看淮海战役 要不是白重洗在武汉 做看蒋介石嫡系覆灭 战局也可能是另外一个走势 对共产党取得大胜之后 蒋介石又做了一件很暧昧的事 逼张学良太深 逼出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 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很少有人探究 举个不太贴切的例子 日本偷袭珍珠港 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参战 此后美国打败日本 横行太平洋至今 后来很多人认为 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 使罗斯福精心安排的苦肉计 一再给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 制造合理的口实 那么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 有没有苦肉计的成分 先看一下蒋介石的动向 918事变那会儿 蒋介石趁机下岗 表面上置身是外 祖阁的孙科毫无办法 只好把蒋介石请回来 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 出招 对内维稳 对外让利 确切说就是让外现安美 很多年以来 各路学者对蒋介石这一招 狠狠地批判 对与否先不论 但必须指出一点 这招并非蒋介石原创 他的版权归慈禧太后 1860年 英法火烧圆明园 咸丰气死 28岁的慈禧政变上台 改变大清帝国开国以来的对外政策 对外各国议和 内部用铁腕镇压太平天国成功 换来清帝国最后半个世纪的寿命 蒋介石借鉴了此战略 板税都没交 慈禧太后内部维稳的支柱是曾国藩 蒋介石很崇拜曾国藩 各种魔法 刨开意识形态不谈 穷乡僻壤的共军和太平军形式上相似 再考虑到土地政策就更像了 蒋介石对付共军 很多策略就是采用曾国藩 对付太平军的办法 历史无数次证明 虎狼在门前是不会自己走的 清帝国让利列强相当于割肉为虎 血流尽也无济于事 而且清末的局势还稍微好点 列强只要白银或者各种地块 没有强占中国的打算 而蒋介石时代 日本的国家战略就是占领整个中国 占领满洲之后 蒋介石全力搅供的那两年 日本也没有闲着全力向华北渗透 1933年的时候 日军就向华北挺进了 当时北方的军阀 特别是冯玉祥残部如吉洪昌 打出抗日救亡的旗帜 让蒋介石很被动 蒋介石当时正在南方效仿曾国藩 就以中央的名义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 堂姑停战协定 确定长城为满中国界 1935年 何应勤又代表国民政府签订和美协定 国民党取消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 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县兵 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 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 这是要放弃华北的节奏 丢了东北可勉强过关 华北乃中华之根基 谁也丢不起啊 蒋介石对日退让 帮了共产党很大的忙 首先 毛泽东坚决北上 并且打出联合抗日的旗帜 既赢得舆论优势 博得同情 更关键的是隐蔽了战略图谋 抗日战争开打 共军开网敌后肆无忌惮的发展 就是战略的最终体现 因为国民政府太过软弱 大批年轻人奔赴延安 大大增加了共产党的魅力 还有一个决定性的筹码 张学良 东北军退出东北之后 盘踞在平津 尚有一丝打回东北的气息 要让他们撤离平津 不仅断了他们那一丝希望 而且断了他们的钱粮 相当于要把他们连根拔起 那种情况下 蒋介石如果加以安抚 或许能平静一阵子 但蒋介石逼着张学良和共军打仗 明白着是往死路上推 即使张学良愿意为蒋介石去死 东北的兄弟们 未必愿意跟着张学良 为蒋介石去死 西安事变的爆发也就顺理成章 看看蒋介石如此的帮忙 毛泽东能不成功吗 他心里头对蒋介石很感激吧 但嘴上一定要表示 对蒋介石这样中华败家子的愤慨 话题回到刚才 就是西安事变中 蒋介石有没有演戏的成分 答案无非有两个 答案之一 西安事变因为蒋介石太愚蠢 只知道吸收慈禧和曾国藩的经验 却没有总结他们的教训 长期以来 大家都是如此理解的 然而 蒋介石站在事后诸葛亮的位置上 就看不到慈禧太后和曾国藩的缺陷吗 连我们都能看出来 蒋介石没有理由看不出来 抛开这个问题不谈 按照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交往看 蒋介石对张学良应该是很了解的 西安事变前夕 张学良种种反常举动 以蒋介石的精明不会看不出来 这些疑点便指向第二个答案 演戏 西安事变之前 蒋介石驱赶张学良对付共军 实际上就是让双方相互厮杀 蒋介石不容共军 同样不容东北军 共军是蒋介石的敌人 东北军是另外一个系统 在共军之前就是蒋介石的敌人了 蒋介石北伐的终极对象就是消灭东北军 张作霖退出关外 蒋介石没有实现目的 看看西安事变的结果 东北军被解散 共军名义上成了蒋介石的人 回顾一下蒋介石第二次下岗 主要原因就是918事变 和美协定虽然没有说要丢掉华北 但也只剩下空洞的主权而已 那种情况下 抗日的旗帜被共产党拿去 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果把共产党收编 那正好是一个由内向外转变的契机 一举多的 毕竟不让外不会有好结果 慈禧太后的例子摆在那里 她就是因为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太差 引起了义和团运动 又想利用义和团对付老外 结果引来八国联军 918事变以后 蒋介石对外失去的地盘 比慈禧太后在甲午战争之后失去的还要多 这些只是事后猜测而已 或许蒋介石根本就是得意忘形 忽略了张学良的感受 或者就像某些人说的那样 卖国求荣 但是前后联系起来看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演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正如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中演戏的可能性存在一样 或许蒋介石唯一的错误是 低估了共军的生存能力 完全没有想到共军可以在敌后野草一样的生存发展 但无论如何 西安事变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从张学良角度看 虽然失去了一切 但再一次成为历史的筹码 影响了历史进程 又当了一次英雄 这个很符合他的个性 从周恩来角度看 他一手促进了西安事变 再次为共产党立下大功 在井冈山上的失利总算完成了自我救赎 从毛泽东角度看 终于带领共产党站住脚 成为中共实际领袖 他的战略目的即将有计划的展开 他将开创一番惊天东地的事业 从蒋介石立场看 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成为领袖 党内政敌 各路军阀 每一个党派 都要听从蒋介石的领导 所有敌对者 都没有了和蒋介石作对的理由 理论上实现让外先安内的目的 正如张学良的东北意志 让蒋介石实现理论上统一全国 是一个道理 应该说 蒋介石两次成为理论上的最高领袖 都是拜张学良所赐 甚至从日本人角度看 都有好处 找到继续入侵中国的借口 平 西安事变是近代史上的一个标志 蒋介石原本可以成为最大受益人 最后一不小心把好处全部给了毛泽东 西安事变之后 毛泽东从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脱颖而出 超越那个时代所有的战友和对手 走向历史巅峰 他干了三件事 其中之一就是让共产党腰杆子挺了起来 好处 好处